屏東南中鄉公所的電話最近被打爆啊 因為他們之前辦了一場劍走活動 發了一千五百份的雞蛋造型香皂 你看他的造型真的太逼真了 其實很多長輩拿回家拿去放冰箱 要煮的時候才發現怎麼丟進水裡 還會冒泡泡啊 從冰箱拿出蛋盒 挑出一顆打算來個香煎荷包蛋 蛋殼打不破 這才發現原來不是蛋 到底是什麼 贈送的單位南中鄉公所詢問電話接不完 原宵劍走活動 贈送的伴手禮 雞蛋造型香皂 還用蛋殼包裝 總共發出一千五百份 不少長輩一看到雞蛋這麼大 還誇鄉公所誠意十足 這可不是只有老人家才會眼花看錯 除了大小還有黏合的接縫之外 假蛋真的做得微妙微笑 試試擺在一堆蛋裡面 一會兒時間誰能變出真假 這如果沒有變的時候 真的很變不出來 有鄉民以為是真蛋 馬上拿回家放進冰箱 還有人茶葉蛋的滷包已經準備好 或是想來個水煮蛋 放進水裡直冒泡 這才發現情況不妙 鄉公所緊急發出聲明 向鄉民解釋 這個禮品是香皂 還好沒有人務實 引發鄉民騷動的一場誤會 讓人會心一笑 記者林安平 屏東報導 這種禮品是週券